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共表示要隆重纪念 然而在纪念活动中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和反感的迹象 引发海外媒体和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关注 继国家美术馆展出的油画早春 把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化成中国改革开放先驱 邓小平等人成了陪衬之后 陕西省又推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大型交响歌运会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 把习近平当年插队的梁家河 隐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 更令人瞩目的是 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 原本矗立在入口处的邓小平南巡群雕被撤下 换上习近平金锯墙 和不时出现习近平画面的电视大屏幕 邓小平素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指称 那么巴切他的遗产 习近平个人崇拜会不会再上一个台阶 今天我们时时大家谈就邀请专家 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美国加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 是独立时评人吴坐来先生 吴先生你好 你好 我是独立学者 不是独立时评人 好的 独立学者吴坐来先生 那么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 加入访谈的是独立作家 时评人朱欣欣先生 朱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吴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首先我们来看这幅油画早春 很多人都说呢 这幅作品呢 有篡改历史之心 我首先请问河北的朱欣欣先生 您怎么看这幅画呢 是的 这幅画呢 的确是容易 让这个不了解历史的人呢 会产生一个误解 因为他过高的 这个抬高的行动心 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这个地位 和这个他的一些功劳 我们都知道 1940年之后 中国的这个文学艺术 一直被这个政治权利所左右 因为这个文学艺术 它具有这种普及性 大共性的这种形式 这个容易这个对人们 产生广泛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文学艺术 一直是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 这个几代艺术家 都把他们的这个青春年华 和他们的才华 这个用很好的形式 但是呢 为了很不好的一些内容 这个党文化的内容去 这个我们都知道 艺术历史画 它放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 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这个尤其是这个美术作品 它都是表现 尤其是历史画 它表现的是历史的一个瞬间 如果就事论事来讲 这个早春这图画呢 如果仅仅是为了记录习仲勋 当年向邓小平等领导人 介绍这个客区的情况 这也无可厚非 但是呢 因为这图画的展出 是放在了这个当下这个形式 就是正好是习仲勋的儿子 习近平当朝 而且是呢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 所以呢 而且这图画 是在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中 展出 所以说这图画呢 就成为人民议论的这个焦点了 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政治信号 所以呢 它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效果 是吧 再加上早春这几个字 不了解历史人 真以为是 这个习近平继承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事业呢 正是习仲勋 他父亲习仲勋所开创的 是吧 这呢还令我想起一段这个往事了 但是1977年的时候 文革结束第二年 我呢 因为是当时是个初中生 因为我当时是学美术 爱好美术 在市里面得了个奖 所以说学校奖励我 还有了美术老师 让了美术老师带着我去北京 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 而且是第一次去北京 中国美术馆参观 全国美术展览 我印象是挺深的 好像是当时是侯怡明先生 画的那个著名的油画 刘少奇和安元矿工 这类伏油画 为什么印象深呢 因为在文革的中啊 这个刘春花画的 这个毛主席去安元 对吧 这幅画可以是红遍了 大江南北 和这个文革结束后呢 忽然又展出了 刘少奇和安元 在一起这个画 对吧 让大家感受到 这种改革的气息 把这个颠倒的历史 又颠倒回来 当时处在中国改革 开放的这个前夕啊 新旧交替 所以说呢 澄清历史 就成为很重要的一步 我们看这个中外的历史 每当一个重要的 历史关头的时候呢 人们都要从历史中 寻找这个行动的源头 以及他的行动的 这种合法性 合理性 所以说呢 就是要通过各种的形式 回顾历史 解读历史 所以显得尤为重要 这个 侯一鸣先生啊 以这个 早春这个 这个画的作者 这个刘雨衣啊 可以说大了 整整十岁 他是这个 1930年出生的 这个早春这个作者 刘雨衣呢 他是1940年出生的 他是61年 60年 毕业于这个中央美院的复工 1960年呢 正好是我出生的年代 这个 小春呢 坐在刘雨衣呢 这个 这个画家呢 他只有大了 整个20岁 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经历来看呢 他正好是在文革的时候 他是20岁到30岁 30多岁 这个期间 所以他和习近平呢 同样都是在这个文革中 长大的 成长的 受影响很大 我们看这个 回顾这个历史呢 侯一鸣先生 这幅画呢 你看他就因为 在文革之前 画刘尔奇和安眠工人在一起 这幅画 到了文革时候 刘尔奇被打倒 他就也被打倒了 成为中央美院的 头号的这个总部派 被调起来阻挡 是吧 所以他的命运呢 这个就能看出来 直到文革 后来这个文革之中 他又被迫 重新又画了毛主席 和安眠工人在一起 作为一个将功补作 可以看出来 这个画家们的命运 和这个政治命运 都是挺异相连的 好的 我们看这个刘雨衣 我简单说一下 这个刘雨衣 和这个 他的上一代的 这个 侯一鸣先生的相比呢 我了解 他有一些话 还是不错的 但总体来说 他和上一代的艺术家 从戏法上来讲 还是艺术的境界来讲 都无法相比 他的话很熟悉 很矮板 这些情况都很相应 看起来美术作品 不那么简单 尤其在中国 有可能是为政治服务的 那我来请教 加州的吴作来先生 有人把这幅画 就是刚才我们谈的 那个早春 比作当年井冈山会师 井冈山会师里面 这个两位主角 是毛泽东和朱德 本来是毛泽东和朱德 但是当林彪 全是炙手可热的时候 就有人把它换成了 毛泽东和林彪 历史是可以随意打扮的 那吴先生 您怎么看这种比喻 这不是历史 可以重新打扮的问题 它是历史 可以重新建构 重新编造的问题 如果是打扮的话 还是打扮这个小姑娘 她现在已经不是一个 打扮的问题 共产党它一直是在重构历史 它重构历史 重建历史 编造历史的目的呢 是变成一个东方红死尸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需要重建 共产党的一个神话 共产党战无不胜 毛泽东战无不胜 现在做这些 郭颂习近平 目的是要重新建立一个神的信息 一个共产党党内的神性形象 就是习近平的思想 也将战无不胜 习近平创造了新的历史 新的时代 这是他的一个宏大的 一个新的造神 造圣运动的一部分 也是充构党内的基传 和新传威 这是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习惯 他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宣传 没有重构这个新的神圣和新的形象 他们如果把一切的历史事实都摆在老百姓的面前 他们是非常的不堪 非常的邪恶 就是基本上他们的历史 可以说就是一个造恶的历史 就是一个欺骗人民的历史 所以现在出现这样的事情 它是中共国人党文化的一部分 它这个美术是美化之书 而且是参与了编造历史 如果早春这样一幅油画 这样一个画面 有照片 有当年的照片为证 那么我们还可以说 它与历史有某一种契合 挺多是强调了习中春而已 现在我们很难看到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镜头 就是这样一个历史 这场景是没有出现 而且当时这个特出这个概念的提出 和安徽小港村的农民 粉田到户 基本上是一个模式 都是当时的地方街道 或者地方的这个小干部 在一个小会议上提出 我们应该在经济上面 与香港接轨 为香港建造一个生产基地 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特区 然后呢 慢慢的习中春 才挺起纯重的意见 到北京来汇报 最后习邓小平 恩准了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共产党是跟在人民的后面 创造历史 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那画一个穿 突然有一个伟大的创建 历史不是这样 无论是农村的改革 还是城市的改革 都是老百姓 平常老百姓的发明 都是老百姓 或辱难 尊重这种生活 或这个 生活的常识 第一个创造 是这样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 美国华尔街报呢 华尔街日报 昨天呢 发表一篇文章 它报道了深圳 改革开放的这个前沿 蛇口的一个著名的 改革开放博物馆的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就包括呢 说邓小平1984年 第一次南巡的群雕呢 被撤下来了 换上了习近平的金锯墙 和大屏幕电视 视频中我们看到 不时会出现习近平的画面 那么我来请教朱先生啊 您对这样的变化 有什么感想呢 对 这个 现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 他想创造一个新的这个时代 那 他就想 一切从头开始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专制者呢 尤其像习近平这样 从文革长大的这个人呢 他都有一个 很强烈的这个英雄情节 这个 都是一个绝对理性主义者 那他们呢 这个玩意马往是喜欢 这个宏大的叙事 宏大的构思 搞这个大项目啊 像这个 他不够对历史不够尊重 不像这个一个真正的 这个现实政治家呀 现实主义政治家 都应当是 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感受开始 而不是去搞什么顶层设计 开创一个什么 什么新的时代 他是要尊重历史和传统的 是吧 像习近平这样的这个 这个做法呢 他想切割断历史 想重新开始一个这个历史 他是 我想呢 最终是 越搞 这个越会 反而呢 这个开历史的倒车了 好 我来请教吴先生啊 那么华尔街日报就认为呢 说这是 神话习近平的这个造势活动 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那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吴先生 我呢是在体制内 文化部系统体制内出来 对这一套呢 是非常的清楚 这不一定就是习近平自己的一个安排 或者王滬林的安排 他是底层的这个一部分的官员 两个目的 一个呢是规避政治风险 如果你地方领导人不做这些送圣的活动 他有可能会感觉上面会不信任自己 感觉自己是在对抗心的这样 或者是不理睬心的这个当局 所以很多人是跟风 是害怕 我如果不告送这个人 我就可能要倒霉被查处 另外一个习惯呢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因此可以得到好处 比如深圳 比如广东的这个宣传部门 他之所以这么做 也不一定是上面直接耳听免命的 他这样做的目的 一个是害怕 第二个呢就是 把他作为自己的一个成果 向上汇报 向中办 向西办 向这个宣传部汇报 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改变 做了这么多的事 我们是对习近平效忠的 你把我们这些材料 如果递给习近平看到了 那么习近平也觉得 我们整个意识形态 都在过送他 都跟他是一条心 都跟他是一个立场 这是最根本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上下互动的一个造假 一个送胜 其实是一个文革造神运动 这个运动是上下 在意识形态内部 形成了一个合力 形成了一个互力 这样一个方式 和以前的文革 它有非常大的不同 以前的文革 大量的人 是盲目的 甚至是真诚的 转入到文革 参入了毛泽东的这样一个过颂 觉得毛泽东和共产党 真的是了不得的一个符号 现在是或如呢 大量的人 大量的民间的一些交流当中 通过微信和微博的更新 我们也可以看到 都是在嘲讽 这个文革的第二次出现 都在嘲讽习近平当政以来 出现的重大的失误 或重大的丑陋现象 这样 好的 现在呢 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 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 我给大家选读一些 首先呢是上章 他说习的上台啊 就是长时间洗脑的后果 本来是上面片下面 到几代人后 从上到下都退化成傻子 不谈民主 不民主 这种专制洗脑 就是让整个民族变傻 杰瑞米科比 他说习近平马克思主义 新闻官歪曲成 列宁跟斯大林的舆论导向 必须为巩固一党专政而服务 这种搅浑水的无耻做法呢 说明习近平本身是政治流氓 习近平要定于一尊 需要建立根正描红的历史和法性 所以习近平改变改革开放史观 用他父亲取代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方CD 他说对那些权贵阶层来说 谁窃取谁的遗产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他们的目的呢 一是权 二是利 台上的掌权 台下的获利 现在这些目的都达到了 只要保住江山不倒 由谁开创 改革开放局面都无所谓 瑞瑞 他说不是死灰复燃 而是个人崇拜 就没有结束过 之前在习照片 是因为董瑶穹 向习照片泼墨 不想找事 我们再来看一看呢 这个陕西省推出的 这个大型交响歌运会 梦开始的地方 梁家河 这个赫然出现在 这个醒目大标题呢 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然后是梦开始的地方 梁家河 那么朱先生 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 这个大型歌运会 您有什么感想呢 我没有看过 因为对官方的这些东西 您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我相信呢 这就是当地领导的一个奉承 是做的 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都是一个表态政治 表态的文化 这些作品呢 就是跟文革的那些作品 这些作品比起来呢 还缺乏那种 当时还有很多的人 这个盲目的崇拜啊 对乌托邦啊 充满了幻想啊 还真正的相信 毛泽东这样的偶像 还有多少有一些真诚 这个现在的都是 完全把这些东西 他明知是假动 也要把它做得像真一样 用很漂亮的形式 把它表现出来 都是为了这个地方的 他个人的 或地方的这种利益 就出于政治需要 来进行这样的表现 那我再来请教吴先生啊 歌永会我们看到啊 他并没有直接把梁家河 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的 这样一个歌词 或者诗句 那为什么大家都有这样的印象 就是说呢 把梁家河形容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发源地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 这就是他在重新构建 以西清明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叙事 这个叙事当中 他们如果是按照历史的规则 按照共产党既有的规则 那么邓小平是主体 那么这一次的改革开放的宣传 必然宣传的是 以邓小平为主体的一个 一个大型的 全国性的一个 对于论动性的一个 一个纪念活动 现在呢 他习近平是最高领导人 那他必然的 把梁家河给做大 把梁家河这个改革开放 形成某一种契合 而且习近平走出梁家河的 这样一个过程 也确实是改革开放的过程 他确实是在偷梁换剧 这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见的 而且邓小平以来 形成的这个传规资本主义 已经给这个国家 造成巨大的伤害 习近平从魔众意义上来讲 是要终止邓小平 开启的这个传规资本主义 习近平是在魔众程度上 在恢复毛泽东的这样一种专制 以此来阻止传规资本主义 所以现在习近平面临的是两难 一方面他又必须按照 共产党既有的方式 今年改革开放 谁如果不改革不开放 谁叫下台 另外呢 习近平又必须还原毛泽东的方式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他很多的方式都是在走向计划经济 甚至呢要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 来对抗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制裁 美国如果经济制裁 和中国无法达成妥协的话 这种共产党必然要退回到计划经济 这是一种必然的 所以现在习近平 有人说邓小平是打着左灯向右拐 习近平是打着双蹦灯 他不是打着左灯或者是右灯的问题 他是打着双蹦灯 他一会儿要借着右的力量打左 另外一方面要借着左的力量打右 他就是最终是要形成一个 自己的这样一个微传 而现在地方上的这种宣传 是一时在配合他 而且如果最高领导人 不进行强行的遏制的话 比如像当年像那个蒋经国先生 一上台他就发出一个号令 发出一个规则 不允许称我为领袖 不允许汉碗碎 不允许制造过人总办 他必须自己严厉着 在遏制这些类的现象 别人才不敢如此 而他自己假装不知道 正是这样一种 共产党这样一种宋盛的心态 或这种新的造成运动 造成了现在种种的乱象 每一种乱象后面都是这种 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文化基因 文化生态 他必然要长出这样一系列的 我们无法列治的这样一些乱象 这样 好的 再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 苏贞斯奈德 他说习近平这样搞下去 一定很危险 于国于民于他自己都不是好事 他相信实力可又高估自己 天时地利都对他不利 大司马 谁没有个人崇拜 习大大彭妈妈 这些称号是哪来的 胡锦涛时期怎么没有 胡大大某妈妈呢 韬章 八切谁的遗产 中国大陆人受过的教育 都很清楚的很 只是国内环境如此 没有人敢说真话 孙教授和那些律师 就是说真话的下场 ISS Z 他说这是中共的传统 当年朱德的扁丹 变成了林彪的扁丹 中共谁掌权 谁就会涂抹历史 习现在还搞的这一套 是很可笑的 信息时代 还把全体中国人当傻子骗 他在军中 没有足够的威望 中共以枪杆子起家 没有枪杆子 就没有硬霸子 历来如此 另外支持美国 加大经济制裁 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讨论 继一个多月之前 梁家河大学问成为笑谈之后 梁家河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又强势回归了 朱先生 您看到这个迹象了吗 是的 前世震的这个人民日报 还有网络的这个新闻的头条 罕见的 没有报道这个习近平 或者习近平的一些动态 现在又重新出现了 尤其现在 以前的网络新闻的头条 毕竟是习近平的活动 或者是他在讲什么话 具体内部呢 大家众说分明 是吧 我想呢 也许是内部的 有一个争议 他们现在又 习近平可以说是又 这个强势 这个取胜了 也有可能的是 前一任的这个 包括这个习近平的画像 被泼墨 这个官方呢 想一时呢 想搞不搞不 搞不清楚 下一年怎么办 他想摸一摸 这个民间的情况 可能有一个 整理的过程 那么现在呢 他现在又重新的 强势归来呢 我想这也是 内外形势 所 所 所困的 这个原因 他要在这个情况下 要给内外呢 这个国际舆论和中国 国内的社会呢 造成一种 他依然很有强大的影响力 是吧 他依然在掌控着 整个社会 给人这种影响 实际上这是一种 不信心的一个表现 这个不久前呢 我们看到中共党报 发表了中共的这个 大内总管 办公厅主任 丁薛祥 六月末的一个内部讲话 高度送扬习近平的这个 梁家河岁月 观察人士当时就说呢 这是梁家河 强势归来的一个迹象 我来请教吴先生 现在看来 您觉得果然是如此吗 梁家河文化 梁家河岁月 这类这个传闻 是不是又回来了 是有一些变化 和这个拜堂河会议之前 其实有一些 一些细微的变化 中共在拜堂河期间呢 同时做了一次 新闻方面的一个瞬间 就是由最高的 这个意识形态局管 对中宣部 对中央监督 在第一系列的媒体 进行了一个批评 就他们很多的东西 做得似乎过分了 比如说对习近平的宣传 可能是浮夸了 对美国的这样一种挑战 刺激了美国了 他们现在要学习 美国华盛顿邮报 就是播送 或者是表现国家政策 全播国家政策的时候 要让别人看不出来 这时才宣传 你看丁先祥这一篇 丁先祥这一篇的内部讲话 其实是一个示范 看起来是非常务实的说故事 说习近平的一系列的故事 没有用什么大词 其实这时才开公众党的 所谓的这个宣传的新的文风 就是务实的 低调的 是别人感觉不出来的宣传 而且丁先祥这篇文章 也没有多少人去分析 他的时间和第一发表的时间 丁先祥是6月28号 做的这一种报告 到现在才发表出来 没有人去分析为什么 而且他第一发表的地点 我检措到的地点是 内蒙古的这种党建 也就是说他在低调的 通过一个地方上先发出来 试探 看看后面的跟帖 看看这个党内的反应 因为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习近平确实入到了党内的 这样一个严厉的批评 所以才由习近平 后来沉寂一段时间 才由媒体很多的改变 现在他们改变之后 用新的方式在宣传 而且所谓的更严谨更低调 丁先祥这篇文章 这么长时间没有出来 是因为要经过种种的审核 比如经过王沪林的审核 甚至要经过习近平本人的审核 大家就在这篇文章是可以发了 不会拍麻痹拍到马蹄子上 丁先祥这篇文章才敢发表 以前在刘仁山的时候 刘仁山他的传例比王沪林要高 刘仁山他可以直接的 不让最高领导人的文章发表出来 是不让胡锦涛 也不让习近平的文章 第一时间发表出来 甚至进行改动 这是他牢牢的把握 仪式形态的这样一个底线 所以当时习近平都很生气 就在这个冒犯了这个自己 所以亲自跑到这个人民日报 跑到中央电视台去说 投射 党的投射要信党 对不起啊 看来我们跟这个吴先生的连线呢 有一点技术故障 我们争取尽快排除 我现在借这个机会啊 我给大家呢 再选读一些网评 我们今天网评很多 都是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 像张帆 他说过去二十年呢 中共党内的改革色彩逐渐褪色 保守和毛左思潮 卷土重来 之所以还会挂羊头卖狗肉 维护改革开放 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中共的权贵家族 为维护自身的统治 必然不会完全支持改革开放 因为改革就必然要涉及 政治体制的改革 而中共高层是不可能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天安门上太阳落 他说太阳底下无心事 明朝的嘉靖皇帝呢 当年也是侥幸继承大统 为了宣示自己的血统纯正 嘉靖帝把他没做过 一天皇帝的身父 追尊为蕊宗供入太庙 习家军班底的宣传部门 前一阵大力宣扬红色基因 现在又将其父习仲勋 列为改革开放的设计师 看来习近平对他自己的基因 够不够红还是不够自信呢 很有意思啊 玉玺他说乔治奥威尔说过 谁控制过去 谁就控制未来 谁控制现在 谁就控制过去 这句话呢 是对上世纪 如斯大林毛泽东 这类共产主义魔头说的 他们用修改历史 来赋予自己的权威 篡改越是离谱 越是反映出自己的强势 如同赵高的指路为马 作为毛泽东大魔头的好学生 习近平也要学习一下修改历史 这个最新一轮个人崇拜的要害呢 我们看呢 有很多评论人士也这样认为呢 就是要争夺邓小平 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遗产 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 白杰明教授 Jeremy Barmy 他在他最新的新书 正在消失的邓一文中说呢 说习近平崛起后不久 邓小平就开始消失了 我请教朱先生您同意 这位洋人教授的说法吗 我同意 基本上同意他的看法 邓小平呢 他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尽管他有他的这个局限性 但是他知道中国老百姓需要什么 需要这个实在在的生活 所以说他在保证一党专制之下呢 他尽量在经济等方面呢 可以让出一定的空间 但是呢 习近平是一样 习近平呢他能 他看如果沿着邓小平的这个方向来走 逐渐地培育起这个市场经济 我们都知道市场经济 首先就承认这个私人的产权 承认这个法律 这个具有这个 这个决定一切的 这个解决一些问题的地位 那么严定这个法案下去呢 肯定要影响到这个中共的一党专制 所以说 他希望呢 保持这个所谓的红色江山 他就要否定邓小平的这个路线 他想挽救中共的这个退市 所以说呢 他想这个通过回归毛泽东的那种 靠所谓的顶层设计啊 靠这个计划经济啊 或者集中权力啊 想挽救中共这种溃败 这是可以理解的啊 他就想制造一个所谓的中心啊 把中共这个退市 把他复兴起来啊 他们所说的这个中国梦也好 复兴梦也好 其实呢 就是要复兴的一个中共啊 就这个这个状态啊 这个所以说 但是我认为呢 他这个公有其梦很难实现 为什么呢 这个现在无论是他个人的这个这个复制 我们都知道 他14年之后 在这个党文化里成长起来 无论是他的个人素质 还是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人才啊 他所拥有的这些这些助手来讲 都是无法和这个他的前几代领导人相比的 同时呢 现在中国社会也不是那个社会了 对吧 另外呢 这个国内外条件也不具备了 所以说他可以说是空有其梦 蛮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是吧 正如这个当年赵紫阳所评价这个 我记得好像是对胡锦涛的评价一样 评价不服他太高啊 他说了那么一句话 那是我们自己培养的 就说的特别好 因为在前几代就是毛也好 邓也好还是江东民也好 他们都是民国培养起来的 他有一定的能力和一定的这个见识 一定的仰望 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吴先生啊 现在吴先生的线路回来了 这个赶毛抄邓或者说弱化邓小平路线 是许多人呢对习近平的看法 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吴先生 他这个是必然的 就是我刚才也说到 就是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放啊 其实他已经终结了 89年终结一次 是意识形态出了很大的问题 不政治改革 不环传于名 后来通过这种市场经济 让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转入了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之中 中国老百姓 都改革开放了 但是中国共产党到现在 没有改革开放 这是中国所有问题的这个关键 就是中国的经济 甚至中国的科技 某种意义上来讲 都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 只有中国的意识形态 没有进入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进程 不是说他没有现代化 他根本就没有启动政治改革 政治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进程 当毛泽东的这样一个软胶纸的东西 行不通的时候 习近平他开启的 不是结构邓小平的接力棒 邓小平竞技改革了 他政治改革 他不是这样 他的这种双重人格 捉定了 他就是要 他必须要 重建毛泽东的这种威权 因为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稳定问题 因为中国现在似乎美元用不完 所以他要通过这种稳定的方式 通过这个维稳的方式 来把孤独党的这样一个江山 给他继承下来 这是习近平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而改革开放呢 重新重启改革开放 或者是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整个传规系统也很难答应 一干一干 整个的传规体系 也很难认同他的这种改革 所以中国现在是回也回不去 回到毛泽东时代也非常困难 把邓小平的接力棒继续升级也不可能 软机踏步 美国也不答应 老百姓也不答应 所以现在习近平面临的是三难 无论是怎么走 对他来讲都是巨大的困难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做这个自己的红色的川子文化 红色的细事 红色的重新搞崇拜 把自己先稳住 把共产党先稳住 其他的再说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好的 我们再来听听 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怎么看 Terra Red 他说习近平再怎么造势 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把大众蒙蔽了 共产党统治的几十年来 人民早已觉醒 甚至连农民都看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 只是民众没有反抗的能力 所以大家默默忍受 现在只要谁与中国开战 中共立马垮台 因为这个政权早已经内忧外患了 删其中 他说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吹牛的历史 篡改美化的历史 从抗日战争明明是国军的成绩 把它变成了共军的战绩 历史可以改写 中共的今天是不可能尊重历史的 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 明东 他说望左肘 他不如毛泽东 搞改革经济 他不如邓小平 谦虚谨慎 他不如胡锦涛 习近平只有走民主改革 才能够超越前辈 我们看明东 明东这位网友 他说这句 他的评论很有意思 我想请两位专家点评一下 望左肘 他不如毛泽东 搞改革经济 他不如邓小平 谦虚谨慎 他不如胡锦涛 习近平只有走民主改革 才能够超越前辈 朱先生 您怎么看 我们这位网友的评论 他说的特别好 就是说 习近平现在 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往哪个方向走 现在全看他这个决心了 他想开地址 到说 他又没有毛泽东 那个权威 是吧 想这个 想这个 基金维持 他又不如胡锦涛 他心中呢 又有一种那种冲动 想做点事情 对吧 因为他 这个前后左右 都受这个 各种的制肘 他也很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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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作为的想 他不如说 老老实实的 在那守着那个摊子 能保持住 稳定 已经很不错了 对吧 他如果下折腾 还不如说 这假话 折腾 死得快 不折腾的 死得慢一点 早晚甚至 这个 是垮掉 这个体制 是吧 所以说 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 历史的机翼 他如果 顺应民意 能够依靠民众 他也很可能 成为一个 历史的工程 是吧 关键是 他是否具有 那样的眼光 和那样的胸怀 我现在还很欢迎 好的 吴先生 您有什么评论 毛泽东是个魔王 习近平如果 不如毛泽东 是一件好事 习近平 那个守 习近平的父亲 习中生说 他从来没有 用左的方式 来迫害了他人 习近平现在 有可能守处的底线 跟胡金涛一样 就是 在任的时候 尽量的不开枪 不像这个 普通的老百姓 进行一个 邓小平事理 这样一个投诚 所以 说他不如邓小平 的改革开放 是因为邓小平 的改革开放 当时的机遇 比较好 当时 很容易 恢复一个常识 而且前面 有老百姓 在前面 做很多的示范 他顺应了 历史潮流 等一下 习近平现在 就是 这些资源 都已经枯竭了 就如胡耀邦的话 或者是 胡锦涛的话 其实他们都过得 没有真正掌船 就他们 没有真正掌船 他们如果 真正掌船 那是什么样 可能是另外一种 可能会更好 也可能会更坏 所以现在 习近平确实是 面临着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这条路呢 就是 击传之后 他出现 必须击传 否则政令不是中南海 否则他就像 花国风一样 他必须要击传 击传之后 是两种结果 一种就是 就像 蒋经国那样 戒严 戒严之后 戒严 这是一种光明之路 还有一种是 现在新疆模式 推广到全国 戒严之后 最后造成了 全国性的大动漫 大动荡 最后出现了 收连模式 崩溃了 到处都在 纷纷的挠独立 你看现在香港的小朋友 都要独立 为什么要独立呢 并不是他们不喜欢 中国文化 中国人 而是共产党的这种 击传 给他们带来了 巨大的伤害 所以他们希望独立 其实这是一种观点 一种 一种 精神状态 所以 习近平现在 面临的 他基本上 已经完成了击传 击传之后 怎么走下 怎么改变 这是他 最大的难题 他可以 他真的是可以创造历史 无论怎么走 走到基点 他都会创造新的历史 或者是创造一个 收连崩溃的历史 或者是创造一个 蒋经国那样 简言 简言到简言 这样一个历史 谢谢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时间剩下不多了 我们呢 还有大量的网评 我还是给大家 选读一些网评 听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 他们是怎样想 怎样说 刘悠悠 他说篡改历史成性的人 已经完全无视历史史实 根本的问题 就是为了保住权力 虚构历史为皇帝所用 所以他必须封住民众的口 以免更多的民众 知道他的底细 其实那样的篡改 反而会引起内部的狗咬狗 因为冲击到其他高官的权力 Peter Chung 他说大陆百姓最担心的是习近平走回毛泽东的独裁老路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唯一值得国人认可的事情 习近平是抢不走的 百姓不是傻子 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 切勿以为百姓是可以随意糊弄的 冯维斯特 他说权力集中 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 人为制造基于一尊的闹剧 过程中少不了底层的阿谀奉承的买弄和逢影 其实是把人为造出的神 架到火上之后 被后人和当代唾弃 老于 他说中共利用艺术品虚构历史 已经屡教不改 例如开国大典油画人物 改来改去 杜撰毛去安园 杜撰毛林井冈山会师等等 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 目的就是企图让年轻一代 忘掉真正的历史 但是这样的下作做法 是愚蠢的徒劳的 现在我想请两位专家 各用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给这个节目做一个结束 首先朱先生 这个习近平现在呢 可以说集中了很大的权力 是去毛泽东之后 最有权力的 那么他只看到了这个权力的 他的好的地方 但是他没有看到权力的这个阴险性 他集中权力 那么所有的事情 无论好坏也好 都可以集中到他的身上 他的压力肯定会很大 好的 谢谢 如果他做好了 没法说 这个如果做不好的话 那很可能 这个给他带来这个极大的 好的 谢谢朱先生 吴先生 我们的还是一株老话 希望习近平先生呢 做习中生的儿子 不要扮演毛泽东的生子 我们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对习近平进入希望 对他有一份这个幻想 是因为他是习中生的儿子 而现在呢 我们越来越看到是一个 毛泽东生子的形象 而不是毛泽东的形象 毛泽东生子的形象 是一个弱智的形象 是一个希望 披着毛泽东的外衣 扮演一个神圣角色的形象 他不可能得逞 他必须要彻底的改变自己 回归到西家的生产 谢谢 好 谢谢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了 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间关系啊 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 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 我们感谢朱欣欣 吴作来两位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呢 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听众观众 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 关注热点话题 一带一路怎么了 为何各国纷纷撤离 好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